电视剧《天类传奇之凤凰无双》里 王立坤是一人分尸两绝 角色有难度 但是一秒落泪的哭戏是难上加难 原本高高兴兴的和郑云唱在台杠的王立坤 纳了要短短十秒钟 就因为对方的一句话情绪一落千丈 眉头一紧 鼻子一钻眼泪 就这么流下来咯 我至少还有你大哥 你别骗我 你根本没帮我去找我哥 你就是说给你心动我 记住我 没准 没准我哥就见死了 谁说的 王立坤这哭泣可真的是感情流露啊 看看导演汉婷了 他的眼眶还是红彤彤的 其实这一秒就累奔的演技 可不是天生就有的 像当初第一次演戏的王立坤 就怎么都哭不出来 拍摄电视剧《七剑下天山》的时候 整个人紧张的不得了 会紧张 刚开始拍第一部戏的时候 很紧张 也很有压力 因为完全是摸不着头脑的 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可能因为剧本第一次拍戏的时候 写着这个为了某一个人死掉 我怎么着的 然后你要在那哭 然后就很头疼 我怎么能哭得出来 就这个变成了一个压力了 就是觉得哭是一个目的 好的导演的细心讲解 让王立坤最后还是顺利的入戏落泪了 他可能就会给你讲讲当时的一个状况 你的一个深处的一个环境 你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他会在旁边说 然后因为听的人会接收这些讯息 接收的时候你会去有一些感同身受的一些状态吧 爹一直没照顾好你 不是爹不疼你 爹这条命是一直挂在刀尖上 说不定哪天就没有了 实践出真知 经过一步又一步具体的锻炼 如今的王立坤对于人物角色的情感把握 也是更加得心应手 因此言起哭起来 自然是出身入化一般 你慢慢去一点一点去理解以后 最终哭不一定是一个目的 你真的是要去感受这个东西 你情绪到了 你自然就有 如果真的不到 也就顺其自然 就把你最真实 最能够打动别人的东西 给到对方就好了